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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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们最怕的就是差评 据有关报道 外卖小哥若收到一条差评 将会被平台房处以300元左右的罚款 而一般外卖公司 每单给外卖小哥的提成在5.5元左右 也就是说 一次差评扣300元 相当于至少两天的残白送 工作两天无收入 对于普通人来说 肯定无法接受 所以为了顾客满意 外卖小哥只能尽量压缩路上时间 车开得快 自然也更容易出事故 生活便捷的本质 并不是让麻烦凭空消失 而是另一个特定的群体 替你经历了 如今中国的外卖小哥 已经超过700万 你足不出户搞定大餐 而外卖小哥风雨无阻 马上就要进入夏天了 酷暑暴雨 会再次拦住他们的路 叔叔希望 我们都能给外卖小哥 多一些宽容 毕竟生活不易 看完本视频 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 我会在评论区回复 外卖小哥个人也讨会吧 谢谢 一个人望着天空 一个人晒一台灭 一个人想CG 一个人想月亮 一个人灵魂 一个人出于风 一个人走遍黑夜 却不怕被追踪 我早已不是爱的人 对我欺骗和抛弃 我不敢相信 感情可以不经前男交易 我砸碎了 刚才依然全能说唱 一个洞本人要站在这个舞台 散发光亮 我无论该穿A纸 能找过哪个前辈 一个人的说唱这种爱好多 今天这个四人都比了 最爱了 在台价高级 说说渴望能够站到台上 现在我们的建议 这个舞异性 我这一棒 只为了能够证明 自己打上一场一场 我们全部脑洞 并进步过的梦想 我们没有放弃 这段最宝贝的时光 但如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